一輛私家車在九龍塘失事,三個人受傷 私家車車輪飛脫,左邊的車身嚴重損毀,零件散落在地上 凌晨4點多,一輛私家車沿著窩打路行駛 駛至到獅子山隧道入口時,懷疑失控撞向交通燈再鏟上山坡 期間一度翻轉,車上是個人自己爬出車廂 其中女司機和兩個男乘客受傷,由救護車送院治理 警方封閉一段路面調查意外原因